我们在这一时段也是特别把侯英超侯指导来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会合厅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昨天晚上结束的女拼团体的比赛以及今天晚上即将进行的男拼的这个团体的比赛的一个情况 侯老师肯定昨天晚上有关注女拼的决赛 这个在昨晚的这个比赛当中首先是我们的陈梦和王曼玉率先登场来打第一局 那么接下来是孙颖沙和伊藤美成来进行一个单独的这个单打的较量 那么在这几场比赛当中侯指导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个情况 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来复盘一下昨天的比赛情况 其实呢对于咱们中国女拼的这个三名运动员上场的三名运动员啊 可以来讲昨天最后的这个结果金牌对于他们是最大的肯定 而且确实值得鼓励也值得肯定 包括确实是应该给他们这种很大的这种鼓励吧 因为三个人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包括这种不像咱们以前的历届奥运会 基本都是老代新 就是说这种组合吧 这个三个人呢等于说的是第一次参加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而且又是在团体赛当中 确实团体我想呢其实这种压力啊比单打的压力要大很多 因为呢这是一个整体而且团体是整个咱们说的体现你国家的整体的这个实力的时候 昨天的第一场呢咱们是王曼玉和陈梦的这种双打 因为呢咱们第一局11比9输了 稍微有点可惜 因为呢一直从第一局开始 从开局一直到尾局 咱们都是在落后 落后两三分落后两三分 到最后追到追上来之后追到8比8 然后8比10又落后 然后最后11比9输掉了第一局 但是在后面的这三局啊 第一局输完之后后面的三局 咱们这两名中国女队的这个选择调整得非常好 包括后面的整体的战术 包括发挥 我想他们的确实是比日本的要发挥的好很多 可以这么说 所以呢 因为呢咱们的这对双打是两个右手 你看日本是一左一右 是那个平野跟石川一左一右 在这种跑位的这种衔接上 相对来讲一左一右可能会更舒服一些 但是咱们两个右手的这种组合 因为本身两个人的这种单打实力都非常强 包括呢这种配合起来相对比较默契 这种跑位上 包括咱们整体的这种实力还是很强的 很难让对手抓住咱们的一些漏洞 可以这么说 所以说双打三比一赢下来之后 我感觉是对第二场孙颖莎上去呢 减轻了很多的这种压力 包括孙颖莎在单打当中已经 4比0淘汰了伊藤美城 对吧 在这个团体当中呢 我想呢他从心理上包括各方面上占据很大的优势 从伊藤来讲 因为他肯定感觉不会跟孙颖莎打成0比4的这种局面 对吧 怎么着也能赢个一局两局 但是被4比0淘封呢 咱们讲 我感觉对于伊藤的这种心态 包括自信心上也是一定的打击 包括到团体赛当中 开局又是2比0 孙颖莎领先 完全把这个伊藤的这个士气给打压下去 虽说第三局输了 但是第四局咱们孙颖莎又回敬了他一个11比3 就是这种比分 咱们从通过这个比分的这个看还是优势很大 所以呢就证明孙颖莎通过这单打 包括团体 那我感觉对于孙颖莎来讲 这么年轻的运动员 从这个思想啊 包括技战术整个全面上呢 是一个提升 包括感觉通过这个比赛之后 他自己也会感觉 比以前打比赛肯定要成熟一些了 嗯 到第三场呢 王曼玉对平野美宇 其实从比分上 包括从局面上来看的话 两个人的这种实力啊 包括整体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王曼玉明显是从各方面的这个 技战术实力也好啊 从各方面来讲 我敢比比平野美宇要高一块 所以说其实比分上呢 也没有什么悬念 所以真的是也是 恭喜中国女队吧 那个把这块金牌收入囊中 而且说的是这种 三比零很干净利落的 拿下了这个比赛 其实昨天晚上的比赛 压力的地方应该是日本本队的选手们 一个是本土作战 另外他们可能从小所受到的这种教育 就是希望能够在大赛上能够从中国的手里面抢夺走金牌 在这个乒乓球的国际的历史上能够占得一席之地 所以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这种巨大的压力给选手带来的是一种有一些些可能甚至是失常的一种发挥 我们看到其实他们有很多选手在打的过程当中没有完全的发挥出自己的实力 当然首先昨天输掉比赛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像刚才老师您说到 首先基山树的问题可能实力还是没有能够跟我们的运动员去抗衡 第二呢也是我自己看下来觉得蛮重要的就是心态的失衡 像伊藤一上来就连续了失掉了三到四个球 就全都是自己失误造成的 其实也能够看到这种心理的不稳定性 的的确确能够给比赛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那其实综合多方面的原因 其实昨天中国女兵能够拿下这个团体的金牌 其实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也是在经历之中